嘿嘿,好久不见啊,我是天时 大家最近怎么样? 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月,八月的时候 我发了条朋友圈 说我和德友在吃阿玛丽的 就是马里奥里面那个 看起来就很有毒的红蘑菇 之后就一直没更新 然后突然看到一个朋友圈留言 说是不是我们两个 啊,并没有啊 那赶紧出来猫个泡 我和德友是在疫情期间 搬来阿拉斯加的 最开始我们的打算 是找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开拓新疆土啊 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基地 可以天天在这儿 安安全圈健健康康地待着 没事儿细细天地之精华 所以今年夏天 我们俩的主要任务 就是来在这边建设 这些座小山头 阿拉斯加人力资源比较稀缺 后来什么砍树推土 买水管,电缆,花奔驰 再到打地基盖房子 我们两个连学带练 到最后基本也都完成了 现在几个小屋的具体的架构已经出来了 虽然盖的是传统的木房子 但德友不是建筑师吗 他把这些小屋设计的还蛮新奇的 过段时间等建的差不多了 我再到大家看一下 哎,隔了这么久的视频 真的是因为每天搬砖 好累啊 今天剪了个跟我过24小时的Vlog 带大家看看 我们每天到晚都在忙啥 Let's go 这些小屋设计是最大的地域 好漂亮哦 哈哈哈 不要太记住了 旁边就是大县 那里有很多桌子 我还很累 这真的是最漂亮的 这大机场 哈哈哈哈 你还进水去 陪他喝个小湖 哈哈哈 You guys have a nice day Bye Bye 我们出去的时候 是这么较闲的 就是个乘 然后在乘上算 我们进来的时候 减去出去的时候 七五十三 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 对 不知道大家在别的地方 用垃圾是不是也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我是第一次需要自己来用垃圾 不是别人来收垃圾 是吗 是吗 你之前还扔过 是吗 三百四 二千九 一千八 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哎呀 哎呀 我们今天搞了这个挖沟了 哈哈 我们今天搞了这个挖沟了 然后他现在要吃饭 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这种 对 市中餐太甜了 哇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甜 嗯 好吃 好吃 好 我后面的贵本是租的 按照小时收费 就是我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你多一小时 你不能说在路上多一小时 就是少干一个事 所以说 嗯 但是你整个能干活的时间 是八个小时 只要在二十四个小时内 能用心中八个小时 然后主要是这边的天气 什么月都没什么 今天快快快 对我们一个月都没停了 现在是雨季 就是穿的情况 在中间要把所有的身体 才能给打 对 把身体打完之后 还要用这个 用完之后 我们开过来 换机器 就要开两个小时 来回四个小时 而且下个月 从洞上 就什么也干不了 嗯 好吃吧 好 这个地方 这是半个小时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辆六轮的卡车 一般的车子事干不了 这辆卡车可以在兜里放七天 五百磅 这些concrete大概是五千磅 再加上一个拖块 一趟事情全都做完了 如果没有这辆卡车的话 就很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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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初的打算好像一直在改变 上一次视频更新是4月份的时候 是讲了Chris开着一辆airstream回阿拉斯加 其实后来我们这条路又走了一遍 又开了一辆一模一样的airstream上来阿拉斯加 来来回回这得折腾了有两万来公里 这辆辆房车本来是要停在我们山顶的地上 那个时候想要去做这种小众的airstream营地 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建木屋 年初的时候木头的这个溢价 真的是比往年高个两三倍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还不适合建造的 然后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 也是我们啦 低估了开坑北极 就是这种阿拉斯加开发野地的难度 很多活要自己干 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实行 比如说天气变化 打猎的季节到了 钓鱼的季节到了 就是突然间就很忙 没有办法像原计划一样 按时完成 等我们把地全部都准备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木材的价格已经下来了 差不多跟三五年前一个样子 我们就当机立断 卖掉两辆房车 就准备开始建房子 总之现在我需要在工地上工作的时间变少了 主要是Chris跟我们的邻居在那边建木屋 我每天就负责给他们做个午饭 所以今后我就可以多做一些视频 包括下周我又可以重新练习飞行了 忘记真的是没有时间 飞机也很难租 总而言之 很开心这个手忙脚乱的夏天 还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和队友这么做做视频 记录生活已经有两年多了 虽然金长哥也是做得非常的非常的不问不复 但真的很感谢大家一直不离不弃 说不定哪天万一火了呢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转发 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